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前几天因为你刚刚来过我们中央电视台进行贺岁杯的比赛 所以对演播室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环境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了 在之前来自和古力下棋的时候 当时LG杯还没有进行 在决赛对袁胜珍之前 你对决赛有没有什么期待没有 因为在此之前你没有在世界大赛当中夺得个人的冠军 虽然以前也取得好多好成绩 这次有没有夺冠的这种期望 非常希望自己能夺得这个冠军 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也是很难 首先要心态上要使自己更平和 这样才能有好的发挥 因为我看了一些关于这次你下了几盘棋的一个报道 你一直觉得其实战胜李适时的第二轮 才是整个比赛当中最困难的一盘棋 而且战胜了李适时之后 也让你整个人的这种心态有了一个变化 是不是 对 是我自己感觉到自信心增强了很多 但其实在此之前 你战胜李适时之前也赢过好多高手了 为什么这一盘对李适时的棋 能够格外让你觉得自信心方面有比较大的提升 因为这是世界比赛上赢了李适时也算是世界最顶尖的棋手 然后我以前没有赢过他 所以说我就是有种自我暗示 就是赢了世界上最厉害的棋手 我已经能和他们正面的对抗了 像这次袁胜珍呢 其实他也是一个成名已久的一个棋手了 而且出道比你早 在此之前名气也比你大 在这两盘棋你觉得对手发挥的是不是不太到他的最高水平 对 我觉得他发挥的不是太理想 没有发挥出他的全部实力 可能是心态上有一些太想赢了吧 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好多人也看了你们的那盘棋 尤其是第二盘棋 就觉得当时的一个说法 就是在上午封盘的时候 就等于对手已经不行了 你的白棋已经是优势了 在当时自己也觉得这棋已经比较好下了 当时已经觉得基本上要拿下了 但是心态上也不能有半点放松吧 有的奇迷这个也开玩笑 我觉得他们想象力也挺丰富的 因为袁胜珍过去有一个绰号叫袁大锤 所以这次你赢了之后呢 有人把你称作李元帕 有这个说法 其实这些绰号 现在就越来 包括从李世时那个时代开始 就越来越体现出像年轻一代的棋手 像80后你们90后的这些棋手 在棋上面体现出来 就是这个战斗力的力量越来越强 就越来越强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计算这方面 那你觉得这个跟老一辈的棋手 在这些方面 是维棋的一种进步 一种对它的认识的变化 还是怎么样 我认为现在维棋更加的 接近本质上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计算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基础 一个灵魂所在 其他的去延伸其他的东西 这些自己的对棋的理解 什么的 但是都必须要在这个计算的基础之上 现在好像在咱们国家的 等级分排名前十里头 像你们90后棋手已经占了七个了 你觉得这个是 你是怎么体会这个事 就在你们都只有20出头 就现在已经占据了 中国围棋最顶尖的位置 这个我觉得是必然的发生规律 事物总要更新换代的 我们20多也是该出来的时候 还有你这次比赛 我看到特别可能引人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你在下棋的时候 他们说你带着论语去的 然后也有比较熟为棋的说 你带的是论语别财 到底是带的哪本 论语别财 论语里头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哪一句话和 哪些话和围棋的关系比较密切 你除了从里头看 那个围棋出事之外 你觉得对下棋有帮助吗 我觉得对下棋具体的招法 可能帮助不大 但是对我自己的心态 有很大的帮助 我通过看论语 然后去体会圣贤们所说的人善的这种境界 然后我觉得能够使自己的心态 能够更加的平和 可是在围棋的走棋的过程当中 你又讲到了计算 在围棋上你毕竟是要去争夺更多的实力 要比对方多一点实控 你才能取得胜利 这个和你刚才讲的人和善 怎么会形成联系的呢 我觉得一个人心中只要有着向善的追求 向着美好的追求 自己就能够心态就能更平和 平和的话 我觉得现在实力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世界比赛的话 你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全部实力 那就非常好了 所以说心态来讲是很关键的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把十月请到我们的演播室 和大家聊了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在十月的身上 能够看出很多非常成熟的地方 另外大家肯定更想了解的 还是他和袁胜珍的这两盘棋 今天我们请王源老师和十月九段 一起来为大家回顾 他的LG杯决赛的三盘棋比赛的第二盘棋 接下来我们就请王老师和十月 各位企友大家好 很高兴 今天我们在这给大家介绍 最新的世界围棋的世界冠军的棋谱 而且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最新的这个世界冠军本人 他来给大家介绍这一盘棋 那么这一位呢就是十月 大家好 很高兴为大家介绍这盘棋 对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标牌了 这位就是十月九段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写的是十月五段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经常关心我们棋界状况的棋友 一定会知道 这个答案很清楚 就是因为十月他非常优秀的 夺得了世界冠军 所以呢 按照中国维棋协会的规定 他就由原来的五段直接升为九段 当然我们这个标签 因为标的是当时这盘棋 是吧 十月下这盘棋的时候 咱们还是五段 在刚才这个访谈当中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交流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结合这盘棋 一起给大家把这盘棋介绍一下 好 这个就是第十七届 LG杯世界棋王赛决赛的第二局 第一局呢是我们十月非常漂亮的 已经击败了他的对手 袁胜珍 三番棋的第二局 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盘棋 十月 第一盘棋是拆先的是吧 对第一盘拆先 第一盘拆 那么拆着了是 拆着了是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拆先呢不是说拆着黑棋就是黑棋 拆着白棋就是白棋 而是拆的一个选择权 对对对 那么是谁选择材队的方选 选择吃黑至白棋 第一盘棋是谁选的 第一盘棋是他选的 他选择了白棋 好 他选了白棋 咱们拿黑棋很漂亮的 把他这盘棋撒得天花乱坠 好 这是第二局 那么第一盘棋虽然是选了 第二盘棋就要轮换发球了 跟平方球一样 所以这盘棋就是固定的是你来白棋 我来白棋 黑棋 袁胜珍下了这个小木 袁胜珍其实他也很猛烈 他去年在这个比赛当中 在另外一个世界大赛当中是击败了 三星杯 三星杯 当时那些棋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 你想过一年之后你就要击败他吗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行 好 我们看白棋 十月你第二招这个 他招这个 然后你挂这个 这样是不是就容易形成一个比较 续盘看上去比较简单的这么一种格局 他这个布局的话 应该是意图是先捞实地 因为他先这个角先捞一个 然后那个有一个无油角 黑棋是捞实地 你搬这个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方向路线性的选择 考虑过这个吗 考虑过 我也想过 过就是顶这个也是有一个变化 对就这样 接下来也许是这个 以下就不知道了 现在一般的话 白棋大概就是吃一个 吃一个结生 然后再护一个 对 这样白棋在这一个时间段 是把行棋的方向搬到这边了 是吧 对 看起来这边是白花花的一大片 这样也是另一种 换句话说 两种选择都可以 完全根据当时对局的心情 是的 在这个捕捉这个心情信息 然后进行棋的选点 进行抉择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 是不是划不来 咱们这个决赛是美方多少时间 美方是三个小时 然后赌秒 赌秒是五次 五次一分钟 一分钟 所以在职业高手世界冠军的对局当中 经常我们没有非常关注的一个线索 很重要 就是时间问题 就时间即使十月你快棋下得非常好 但是时间是不是也是越多越好 那当然 所以要节约时间 行 我们看这两种下法都可以 现在围棋都是这样 那么白棋实际上你是选择了这个半 对 是吧 让它退 接下来的故事是从这开始的 这一拖有什么要跟我们的棋友介绍一下的 你的想法和它的变化吗 这个拖主要是先问黑棋的应手 黑棋如果说长这个 白棋就会选择虎一个 黑棋就要拆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两手棋就是本来如果下成这样 黑棋就逼这个 对 有可能有逼住 以后再拖的话 黑棋就会藏在脚上 以后再拖的话 黑棋就会藏在脚上 这样这个子的活力就不够 如果开始就强行 它走到这儿 这个子就有这个活力 对 是这个意思 也会活脚 他们很狡猾 先交换一手 换句话说 交换一手下成这样之后 就是黑棋的这招棋贬直了 变小了 对 它变小了 但是我的下一招 这个是怎么变大的呢 是这个吗 下一招把棋应该是夸这个 这样 就是它的下一招棋变小 我的下一招棋变大 它就只好走这个 然后你就搬起来 对了 二五拖就有这个意思 如果它朝外边退的话 白棋准备这样下 那么如果它朝里边退呢 里边退 是不是现实它就已经稍微亏一点 对 就是亏一点了 白棋有一些别的选择 或许有 单拆 对就拆在这种地方的下方 哇 这个简直太潇洒了 这个拉得很宽啊 下一步 十月还是下方 下一步 关这个 对 然后和这个沾了拆 或者是这个沾了拆 注意 十月说的是这样 这样就 效率也可以 毛病也基本上没有 所以有可能有这样的下方 因此实际上 十月当你拖的时候 你对于它下一招棋 不是内退 也不是外长 也是有准备的 还有一个下方 它搬呢 搬这个的话 其实对白棋来讲 已经便宜了 已经便宜了 以后的话 加一个 或者搬起来 有加 可以挤压它 它只好接 然后走完又不走了 它这个地方要想膨胀 往中原的影响力 步子就慢了 还有实在不行的时候 搬一个也是可以 你也是好退 这样下就便宜了 这个就算便宜了 所以下一招棋 实际上黑棋是下了搬 那么虽说 这些基本变化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对于职业高手来说 以下的变化几乎是定势 是吧 是 接下来摆给大家看看 你是断了 那么它当然 这个又是背景便宜了 对 这个就被便宜了 这个请广大的棋有注意 这个被人家上一下 下一下 下完了之后 最大一个问题在哪呢 最大一个问题在于 白棋不是马上要接 对 而是它不走了 这个讨厌 就变成散兵游泳 你坐一坐不住 是吧 这黑棋的效率整个就压低了 黑棋效率变低了 因此这个是一个忌讳 不能这样下 那怎么办呢 一断完了之后 黑棋实际上准备好的就是实战的这个 刚才给大家说的像定势一样的下法 它叫吃一长 再爬 你再一长 就必须再爬 对 白棋再长 这个就像是定势 下一招棋正常情况下 是长在 是这个 白棋接这个 然后黑棋再把这个拆出来 对 再拆一个 漂亮 你打算下成这样吧 对 是这样的预想是这样 这样有什么评价呢 对这个定型给我们广大棋有介绍一下 你觉得是黑棋实地 黑棋实地 白棋外式的一个 一个也差不多 差不多 是不是白棋 那个纯度要好1% 这个根据个人其风吧 也很难说 不能说白棋好 实业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说白棋好 差不多 就这样 但是在这 袁胜真 他开始求变了 实际上是下到这的时候 他下一招棋 下了这个 这招棋怎么样 这招棋 我觉得挺凶狠的 这招棋 这招棋的话 是 本来的话 其实白棋顶这个 然后 白棋补一个 白棋扳起来 这样的话 比白棋单拆的这个地方 就是黑棋这个子 交换是亏了一点 但是因为白棋这个粘 和这个没有交换到 所以这个被黑棋断 断一个的话 我是认为这样的 白棋稍微亏一些 这个地方 是 另外我想问一个 当袁胜真下到这的时候 你在实战当中 花了多少时间 考虑下一招的应付方式 花了大约10分钟 花那么长时间 这个花钱如流水 就是说 十月在这个地方 他很谨慎 后来他就求变了 因为我们介绍棋局的时候 时常很不容易 关注到棋手下一招棋用了多少时间 而棋手下一招棋用了多少时间 实际上往往是盘上故事 非常精彩的组成部分 你比如说你下了 我马上下 和你下了 我考虑半小时再下 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 行 我问了一下 十月花了很多时间 但实际上十月 刚才这个变化 第一 网站上 因为当时有好几个网站 都在转播这番棋 这番棋是全世界棋界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其中有一个网站转播的时候 曹勋玄九段也做了解说 曹老师也做了解说 他做的解说当中 他就摆出一个就是这个 他说如果最简单的一个下方 倒是摆棋这个顶 就像十月刚才摆的那个一样 但是十月我是这样讲的 当他顶你退 我估计袁胜珍他的棋风还是比较犀利的 比较厉害的 是吧 所以我当时曹勋玄摆出这个图 和你刚才摆出这个图 给我的冲击力不一样 你这么一摆 你就说这么断算了 我就在想 这种故事对于袁胜珍来说有没有 当时曹老师摆出这个图 我的心理活动是这样 你要吃 对 你要提 他就来这个 这个很凶悍 过分 但是也有点凶悍 是吧 就如果这样的话 双方立刻就进入一个未知领域 因为你打他就提 你下一招期走点就不太清楚了 就打结 过白鸡 对 爬这个就打结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没有成为现实 有这些变化 那么十月实际上他没这样下 十月后来下得很漂亮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看刚才咱们访谈也说到这个故事了 本来这棋是不是就吃这个正常 对 那么实战当中你花了多少时间下这个葱 其实这两步是连贯的 连贯的 对 不是说打完之后再想下一步 好 所以这十分钟就花在这个上 但这招期没有人下过 好像这个变化 应该是没有 很少见 以下的变化 因为计算很重要 十月以及我们现在很优秀的一波 年轻高手 你刚才这个说法大家都同意 就是计算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计算的变化 你简单给大家摆一摆 这个地方 如果它吃 它吃这个 然后就拎这个 它必须挡这个 然后我就吃这个 吃这个就蒸掉了 那么它这个不能跑了 因为这样蒸掉了 所以它只有这样 度过 然后换一个 推起脚吃 这个是大家可以 摆给大家看看 大家计算 我相信我们的棋友大部分也可以计算的 是这样 就要吃提掉 再就要吃接上 然后再 这招棋 我不知道是该跳还是虎 谁你说该跳还是虎 跳估计是我要直接动出的 他们太黑 他们现在这个围棋下的太黑 你跳这个它还要跑 难道我只能走这个吗 你是这个 或者是把这个走一个 那这个评价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黑棋亏了 因为黑棋被压得太扁了 被压得太扁了 这里头 没有将来这个锦满器 有没有这个 将来要锦满器 好像还有这些故事 对 我就是说如果拐到 这样是没起 但是如果你点到这一下 这就有起 然后你点它一堵这个 这又叫吃了 你点它一堵这个 这又有斑这一类的 好 这个变化总的结论有了 黑棋亏了 因此黑棋亏了 白棋一冲下去的时候 它就不怕白棋 白棋就不怕黑棋 这样叫吃 是吧 但这个必须要靠计算力 第二个变化就是 党这个也没用了 因为真子有力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是不是 就先拐大两下 拐大两下 把它伸掉就行了 这个计算 不是非常深 大家都会 希望大家都会 那么它不能这样吃 所以实战当中 它就这样吃了 其实它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像这个的 但是我就吃这个 然后一打 吃它必须打 这样就 我把这个吃掉 这个吃掉就不行了 那就打亏了 是吧 对这样 黑棋还是亏了 这两个变化 说明刚才白棋 这个打完了 往里冲 是充分成立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单立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这早起好 我如果拐出来 你如果拐出来 它就直接压 这个太黑 这个变化非常复杂 但是也很有趣 白棋也可以下吧 这个对 双方也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把握 这个在场 这个就是刚才 咱们访谈当中 对实践的访谈当中 说到的计算 这会计算就是生产力 计算就是一切 那么就要看 谁的力量大 谁的计算更精确 更精确 当然谁的境界高 也很有用 是吧 对 境界高 但是在贴身肉搏的时候 作用可能不会太大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很好很好 因为你们刚才 石月你给大家聊一聊 给大家报告一下 你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很好 在我们围棋文化当中 它很重要的一点 可以在有些方面 可以给它做这样的划算 就是一个是计算的力量 操作的能力 执行力怎么样 另外确实又有一种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 又必须在你基本的力量 水准非常高的情况下 才能谈论 是吧 是 这个非常的人寻味 行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棋 就是实际上 黑棋这个端敦 这条棋 也是很好的 这条棋 当时曹兴玄九段也说到了 他说也有这个想法 那么你就是正常应该吃 正常是吃这个 对 他吃这个 你在接 那这个棋的话 你看这个棋型就和实战非常像 对 实战的话 它其实等于 等于它搬了一个 这是坏棋 所以黑棋这个单蹲很有趣 我觉得白棋有可能会压出去 对 你这样就等于干承认亏了 它就藏在这了 虽然曹兴玄老师提到了这个蹲 刚才11月也提到这个蹲 但是我估计10月实战当中是会压出来的 因为对方原算针没有下出这个下例 所以10月他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方向的问题 那么实战实际上是这样下的 它是叫吃 因为这盘棋 我们广大的棋友大概也基本上都看过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回顾很有味道 因为当事者就在现场 就在这给大家报告 叫吃 尝 然后这个都是地盘的 打一下 下面的情况要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都想了一些什么 当时我是想 第一个念头是从这压过来行不行 对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是这个 走完一个必须再压 它这个是必须常来 然后再压 我当时是想压 但是居后或许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跳 从 打不住 再从 再扳 再扳 对 哇 这个太狂 这个太狂了 这一打吃 这有个滚包 但是上边必须要防 然后 这个 这个白结果 这个还要长 如果不长的话 那它停出去 那就意义就不大了 就不大了 必须长 哎呀 这个太狂了 单段吧 单段 接上 先搂一个包子 这个就计算 过去 我顺便给大家报告 过去在我学期那会儿 如果看见这个形状不好 行棋的韵律有点别扭的话 就不考虑了 但是现在 请大家看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 接下来 它只要一遭吃不着白棋 白棋就可笑 对 因为白棋这个反击 它也受不了 是吧 黑棋只有缩在这个地方 只有缩在这 把这个吃了 这个地方全是空 差不多 哇 这个我觉得 你有结论吗 你觉得 这个 战斗不好说 他或许会先 先打 断打一下 那 断打一下 好 还是不好 也不知道 然后再跳出来 靠 靠 靠的话 他有这个 顶了 接着包啊 顶了 对 顶了 先手度过一下 然后再从上面跳过来 这个很难下结了 很难下结了 感觉上白棋有点薄 感觉有点危险 实际上我也这么想过 也想过的 对 实际上你在做这些抉择的时候 棋盘上有一条路可以平和一点 就像后来那样 这样比较刺激一些 你心里头有没有这个因素 就是我反正已经赢了一盘了 所以我有存款 这盘棋呢 我能够放得开一些 不担心 有这个心理活动吗 还是你完全没有考虑第一盘的赢棋 我也没有考虑 因为我还是希望能慢慢的慢慢下吧 慢慢下 就照着眼前这盘棋走 对 面对现实 是吧 是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行 诗悦 很好 我们只能给大家画一个示意图 因为好多变化不可能穷尽 但是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地方要打出来 拐打出来 但是实在你最终还是放弃了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好手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时是觉得这样 有些缓 然后这个给他抢到了 哇 这位是这个 对 他在挂脚或者拆别 对任何大厂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松了 对 实战是 但其实是局后看应该 有可笑 对 对我也觉得是不错 这边就把他放弃了 不要了 但是这个地方总体的变化 他主要远远的对左边一带都有呼应 是 而且从全局来看 我们发现这个布局下到现在 先走一朝旗的黑方 他在二线和三线的旗子太多 你看这二线一二三四五六 二线已经有六个字了 就是别的评判标准 我们大家也许可以不懂 反正我是不太懂 我只知道您的二线子多了就不太好 我们的祖宗教我们 七子言边火也输 您已经有六个字了 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作为判断依据也可以 对 就是二线子的多少 二线子多了的话 效率自然就低了 对 对 他一个子只能为一目起 那效率就低了 好 这个也供大家参考 就十月说的这个尖 那么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对方的二线子多了 但是实在你没有这么下 你下了这个 这朝旗很漂亮 这个是和对方二线子多 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叫六七 高路 高路入云端 行 但是实在 十月我当时在网上看这盘旗子的时候 我有点 对你这刀器我有点意见 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报告一下 实在人家马上推土机就推过来了 这会儿利用这个机会 我也想向你求证 就是我对你有点意见 但是我这个确实又不见得对 那么你把这个情况给大家报告一下 当实在下成这样的时候 你当时觉得是正常 白气不错 还是黑气不错 实战我走这个的时候 我已经是想到了 再放到这以后怎么推 我实战当时的判断是 双方都可接受 但是局后仔细地看了看之后 还是认为这起白气亏了 可能亏了 可能亏了 因为黑气顺便压过来太高了 那么这个班 这块气有没有死琴呢 请教一下 这个我也 班也想了 想过 先送 这个又是涉及到 刚才我们大家提到的 十月提到的计算 计算最重要 如果没有计算力 这些变化你根本就不能这么下 接下来 白气是走这个了 接下来 走这个的话 他要立这个 这个就 这个杀气怎么回事 是不是 非一个 这一块 他飘起来了 只能接了 估计一招不胜就 这块好像也很悬 对 我当时的想法是挤这个 挤这个 这个是比较直线的一种机算 搬这个 搬住 然后我 对 坐结 坐结 这有结 这个是比较直线 它必须应 必须应 对 因为不然这个三个子吃了 这个子还要长 对 然后我提 提它全盘 我是万劫不应 万劫不应 对 但是它只有站上 只有站上 你在咔嚓 我断 对 这个其实结材 这个是血淋淋的变化 但是就像他们这盘棋 实际上从头到尾 给我们大家展示的 没有那么血雨 腥风的样子 它是藏在这些变化背后的 所以计算 它有的时候是隐形存在的 咔嚓 是吧 它提 它也提结 这个提是不是有点问题 这打吃的包裹 对 我打吃 这变化太多了 再提 再提 它管打 唱 再唱 再提 然后再打一下 其实都可以 打一下 打一下 还有一个送 我就不应了 你就不应了 我就它任何 走什么你都不应了 我都可以不应了 让它随便走两招 对 对 这个吃也吃不着 吃不掉 它说不定只有这个 但是我是判断一下 这个打了这么下来 这个头被我扇过来 对 这个头被扇了 太大 就是黑旗固然可以打 打打打 把这个吃了 但是白旗把这个 头一抡过去的话 这边完全是 阳光灿烂的形式 这个头太大 这个变化图给大家 说到很重要 这个对杀 白旗不怕 就利用打结 就可以腾罗 但是这个要靠一个 强大的计算力 是不是 这个计算内容太多了 可是呢 如果没有计算力 给我们的旗友朋友 介绍一下 如果没有计算力 它会带来一个 什么问题呢 带来一个就是 白旗不敢去连班 因为他知道 人家有个断驰 有个送吃一间 好像要死他就不敢连班 不敢连班 那么你这个旗就只能退 那就太危险了 这个好像受不了 受不了 这个适可认 孰不可忍 然后哇 再压了 这好像要下完了 这个就是黑旗开始 它是盘踞在二路三路 突然之间 它一爆发 走到七路八路九路 这个你受不了 因此这个计算力 在这就得以体现 好 十月呢 大胆的一班 结果袁胜珍 他这个好像很快就退了吧 很快就退了 他没有去 他知道这个不行 对 他或许觉得行事有利 他就 他就退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盘棋精彩内容很多 比表现出来的招法本身 看上去要多得多 黑旗下一招 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 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深蛙洞广集粮 深蛙洞高柱墙 这个地方叫高柱墙 黑旗是外式 利用这个外式到这边来挂脚 应该说黑旗 它这个地方的力场 它的气场 就是力量的场和气的场 都是黑旗好吧 是不是 那么黑旗在这一线如果有所作为 应该是黑旗形势还不错 对 是吧 好 有了这个印象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一招旗 白旗 这样 白旗肯定是要破坏这个 潜力 因为如果手脚 黑旗拆回来 这样的话 黑旗这几个子 全部都配合上了 对 效率就非常高 对 所以要破坏它 这个地方是要破坏它 因为它的效率太高 当然如果非要抬杠 你说我这个地方就死尽了吗 好像也不一定 是不一定 就是说有可能有手段 但是那么你何不先进来 你要等它守一守再进来 那就 对 就紧迫一些 现在更宽裕一点 对 你说非要抬杠 我走这个就一定活不了吗 确实也不一定活不了 但是十月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去呢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了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旗下一个双飞燕 是吧 对 它这个跳行不行 跳 是 它这个双飞燕 它实战的意图是 想让我靠这个 借力而行 对 借力 它很鬼 宜长 宜长 宜长定式是这个 然后它贴出来 平常的定式局部来说是应该飞的 是吧 你飞这个你把头盖住 它就外式威力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黑旗的意图是用高双飞燕来借力 从这顺便把这个子吃掉 它这也挺黑的 这样我等它就算了这么长出来 均可 那这好像还得走一个 这样的话 我这个和这个 就是它必得起义了 我一般它一震 我这块 这个就死了 基本上来说已经 玄啊 你没自信了 没有自信 对 黑旗要借力 它要借力过来吃 因此你再下一招 肯定不给它做这个借力 对 好 我们接着看 当袁胜针在这高的双飞燕的时候 十月显然就不会将计就计 它必须另辟蹊径 那么下一招 白旗是靠住 普通吧 当然就是斑了 斑 对 我当时也是想过这么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 我端一个 爬回来 对 只有爬回去 这是电视 这样怎么样 这样 应该是两分的局面 但是就是 我觉得白旗是可以满意 因为 其实它应该是这么选择好一些 直接跳出来 还是跳出来 然后我非 它再把这个震住 对 你这个地方讲出一个 简单的道理十月 就是实战当中 袁胜针九段 他在这儿 他觉得形势不错 然后被十月打入进去的时候 又觉得不好进攻 怎么办 他就想到了借力 实际上十月给我们摆这个 主人就是你不用借力 这个地方我人多势众 不用借力 直接来进攻就行 是不是 他想借力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他对我的招法估计不足 我不给他借力 其实他就借不了力 对 那么他直接 他还是应该直接的 直接用力就行 是吧 这样可能局势是黑气还不错 我这个子活起来非常苦 活的话可能他这种地方有先手 进脚什么的 这个示意图给大家画个示意图 你比方说这样 给大家画一个最简单的示意图 你说这样活不活 他肯定活了 这个吃肯定吃不着 因为还有这个托 那么十月的意思就是说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了影响这两个子的话 实际上黑气进攻也算是有收获了 就这个意思 要对他进攻并不是说他完全不能活 好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实际上黑气这个借力 是一个是我们很欢迎的 我们不给他借力 那么十月走这个 接着我们往下看 黑气点33 这个地方对局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你和对手之间文凭对坐 你注意过捕捉他的气息吗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气息有点别扭 有点难受 有这种信息吗 好像是有一些吧 有一些啊 这个地方确实很难选择 攻击起来 因为他攻击确实 他如果他不这么选择 确实是比较害怕 落空 对 白气一活他也落空 对 没什么把握这么想 这一段很难 对职业高手来说都很难 连袁胜珍还在十月之前 去年就夺得世界冠军了 但是作为这样的高手 实际上方向路线性 就是望左还是望右 这个是很困惑的 行 我们看 我的感觉呢 十月我的感觉呢 当白旗能够从这个方向来行旗的时候 以及几招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黑旗这一串旗子 当初的外事现在变得没有什么作用 我觉得白旗就已经不错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点三三 那么黑旗当然是爬 白旗顶了 你这个打得很果断 当时我看棋的时候 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以为你会单独 单独 对 当时我以为 单独他打了就有长 对 太有长 那么现在白旗也许还可以做一些别的文章 当时我以为这样 但后来我看见很果断就打了 那么我就知道你下一招就一定是要 对 那就等于是他在那连班了一个阵子 对 连班了我以为是单班 单班 对 但是不一定 这个又是我的教条主义 我以为是单班 他一接在挺头 可是这边已经有这个了 对 其实这边这个头已经价值不大了 对 说到这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下 就十月他们 这种这个90后 以及00后更年轻的 他们这孩子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就是思想自由 思想解放 而这个自由呢 恰恰和我们围棋的自由 就扣在一起了 围棋盘上就是一个自由天地 那么像我这样的老同志 有的时候就是有观念比较禁锢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思维定势 这个地方的逻辑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的第一感 这个棋的形状 白棋要下是什么呢 叫口诀 两打同情不打 这是我们祖宗教我们的 有两个叫吃的时候 不要叫吃 两打同情不打 那么下什么就下这个班 你下这个班 黑棋下一招也是符合规律的下法 那就是逢有叫吃的地方 能接就是接干净 凡意当真 一招进 他就下这个 那么下一招棋 比天都大 他一般我的软头和我一挺 是一个硬头 这招棋 那就是白棋挺头 我自以为得意 白棋下你这样 但是后来我再一想 和全局配合起来 发现白棋下法 这个落空 人家这已经有这么多子了 不要说它是外事 就算它是一团活骑 那么你这外事有什么用呢 已经被限制住 你探头了之后 它效果更好 说不定什么地方 你被它搬 你再搬成 还对它有伤害 那么我摆这个例子 画这个示意图 就是说 在看他们年轻人的棋 说实话 真的有的时候 我是说 可以说是在学 他们年轻人的思想 这些观念 反过来 对我也有很好的作用力 就是过去 我们确实有一些僵化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行 下边我们摆两招 是实际上十月 是叫吃街上虎 是吧 其实棋 我觉得 就是作为 棋来讲 就是你 争取使自己的棋 棋子变得更有效率 然后 也争取使别人的棋 变得没有效率 这是中心的思想 对 这是两条路 这两条路 但是苏途同归 要么使对方的棋子 效率变低 要么使我的棋子的效率提高 苏途同归 行 我们看 它擦一段 然后搬接 黑棋下一招 袁上针不得不补 白棋下一招棋 在上边 尖了一招 这棋下到这儿 其实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 十月 实际上下的这招尖 它是有 跟我相关的一个故事 待会我再问问他 为什么他要尖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们再接着欣赏 十月九段的这盘精彩对局 好 各位旗友 很高兴我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欣赏十月的 就现在世界上最新的世界冠军的 夺冠军的这张棋谱 刚才我留下一个话题就是十月为什么要尖 下成这样之后 当然上边是要补一个 但是我的故事是什么呢 十月 当时因为在看你这盘棋 同时有几个网站都在直播 就是我的第一权 这招棋是要下这 因为下这我就使下一招棋 我这招棋非常有利 这招棋出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状况 待会我们再来议论 结果后来我看你下到这 下到这我就打了一个问号 心里有一个疑问 不是对他对着其怀疑 过了一会儿我看了一个网站有解说 曹勋玄九段解说了这盘棋 他摆了参考图第一竿也是这 结果摆了参考图 过后没有多久 曹老师又重新摆一个图 他说这棋可能是下这这稳一点 因为他也认为摆棋不错 曹勋玄九段解说这盘棋 他没有完全站在韩国棋手的立场上 来看这盘棋 而是站在围棋的立场来看 所以他就说 刚才我摆这个 他说可能这个稳一点 那么我现在要问十月的 请十月给我们大家解释的 就是你为什么下这个 为什么不是这个 有没有什么计算的内容 其实我的第一竿也是这个 因为这个肺 我经过了考虑 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 不放心 对 以后战斗起来 对以后战斗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有点紫的 就是这种拖 没错 不放心 这里面的味道很坏 很坏 对 你现在是舒服 你小飞一下控制多 待会周边的天气一变 天空有雾霾的时候 下面给你一拖 你搞得不好 你全部要被它吃掉 是不是 因为你必须要吃它 你显然不能割地求和 你不能搬这个 你不能这样 是吧 然后它再一搬 你再一接 它再一搬 你显然不能这样 实地损失太大 你只能全吃它 但是由于它有外边的后视的配合 气候的配合 搞得不好 它把你全吃了 是吧 所以你最后就决定 觉得这个不够结实 这个也是积蓄力量 积蓄力量 对 是这样 一个是根据居底的变化 但是刚才我们的变化 不可能摆得很具体 就是说肯定有期 或者肯定没期 不一定 下围期有的时候选择10月 是不是这样 这招期我是多一路 还是少一路 第一是靠周围的计算变化 我来选择哪一种最好 第二个周围的变化 我选择不了 因为变化太多了 那么我最终决定 这招期我要退一步 而不是进一步 是不是跟形式判断有关系 对 这个很有关系 然后还有自己对骑行 每个骑手 每个直接骑手 对自己的骑行 都有一种感觉 像这种 我就感觉 这个里面是有期的 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期的 对 这算是下了很多比赛 磨练出来的一种感觉 所以刚才这个故事 也给大家讲了 连曹勋玄老师 都是第一感在这 过了一会儿 他就说 还是这个稳一点 跟石岳想到一块了 很好 因为曹勋玄九段是大师 确实是顶级高手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我给大家提个问题 也给石岳提个问题 我们发现 刚才说的是 什么高柱墙 深挖洞 这一类的 这条黑旗 有一个高柱墙 但是这个高柱墙 下到现在为止 英雄无用武之地 搞得不好 什么时候白旗把这个子 挖出去 您这块旗活了没有 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由于有这个因素 我们发现 我把手掌往这一搁 把这些旗子 全部取下来 最初黑旗不推这个 就是什么都不走 下到现在这个结果 还不错 所以黑旗亏了 全局形势 白旗有利 石岳你是不是这么看 对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这个效率是很高的 然后我通过 我把旗子走到这边之后 我把他的这六子 效率变低了 这样我就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所以刚才访谈当中 因为你也说的 主持人跟你交流的时候 也说到好像是 在中午要封盘那个时分 就已经觉得白旗形势不错了 是不是 对 所以这番旗确实是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 居然石岳在和平的状态下 作为一名战士 在和平的情况下 不战而胜 就已经取得优势了 接着我们往下看 黑旗实际上挂 白旗加 对 黑旗在飞压 白旗在爬 黑旗在长 这个黑旗实在 它是不是这个意思 黑旗挂这个想要扩张这个模样 白旗总是要进去的 不会让它成空 正如刚才这个地方要进去一样 那么黑旗是半会儿没有好的办法 是吧 对 所以它只好从这边先来迂回 那么接下去我们看 实战 白旗是飞 黑旗当然挡 这会儿你之间觉得形式是很顺的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形状是有一些问题的 它实战 居后看来 或许应该碰这个 也许碰这个 好 半 黑旗就两半 如果能下成这个定式的话 这个气还是可以满意 但它下一招 这招气怎么下 我很困惑 对 我很困惑 走这个的力道好像差一点 但是走这儿 明明有个穿向远 你总不能这样就把我吃了吧 是吧 所以它也有它的难受的地方 它就是说你走到这儿之后 它回过头来这一代它要下 它不知道下什么好 一边下这个十月你是说它可以 我就撞 结才怎么样 我看一下 结才现在很难说 反正白旗它撞一个 你一搬就做个结 所以说这个子我还是挺有活力的 这个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在三线隔二这个状态下 你给它一撞过去 它上边搬 你上边鼓住 下边打 你就给它崩一个结 这个是挺有弹性的 好 但是十月你觉得还是这个它 对它来说是不是合理一点 它这个形状对 扎实一点 好 我们接下来看 那么杨胜胎是飞压 十月爬 它是长 这个旗形它就松了 它自己松散了 对 而且本身存在冲断的一个毛病 冲 腿 斑阶 哎呀 这个二路斑阶很重要 哎呦 十月你现在是下了两个斑阶了 这也有一个斑阶 下一步跳 接着黑旗很难聚焦 是吧 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吓到这个跳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形势有力了 嗯 嗯 现在我的时空上已经是不差 哎 对 我就要等这个指标 比较比较 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厚 我沾这个的话 它只有爬回来 对对对 这边靠下来什么也能欺负一些 我的潜力潜在的东西 比它要多一些 对 虽然盘上纯数字化 作为标准呢 很难 很少有 但是有些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现在我们就要用木数来参考一下 这地方呢 白旗拐下去 那么黑旗只有123木旗 它一爬过来 12345678 831 最短有5木 6 这有5木 6 7 8 9 10 11 12 22 23木 这块是23木 你吃掉当然增加10木 我一拉回去 你就少10木 是不是 所以大概就23木 225 26 27 28 29 30 这个指吃掉的情况下 30木 这个地方双方有争议 黑旗成空的可能性大 先不说它 全盘黑旗的实地是30木 数得出来的 白旗这一块就是12 14 16 18 这块20 这个地方是10木朝外 10木以上 30朝外 这个地方至少有4木 对 是不是 全局 数得出来的钱 是白旗已经多了 不需要天目 已经多了 不算天目 已经多了 这就是10月刚才说的 时空领先 而且 全局的厚薄情况 和 这个 孤旗的状况来看 这块不孤 这块不孤 这个地方没有孤旗 黑旗当然也没有孤的 这也没有孤 这也没有孤 这个地方有个悬案 这段白旗固然有点孤 但是黑旗也不是太厚 黑旗形状也有缺陷 现在形势是我们优势 毫无疑问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旗下一招拼命 对 这个请大家注意 这个家的时候可以竖下去 接着有很精彩的变化 黑旗反家 普通情况下 我们说 旗子沿边火也输 这个时候 要下到一路才有劲 阶段 阶段 这个不能接 接他度过 对他一度过 黑旗全局有活力 白旗四个子是死旗 就是说死旗成城 那个死 那么 你度过当然不行 你要沟通 对 但这招其实是一个很怪的旗 这个旗形太绝了 看见会心一笑 你下一步如果要阻读呢 实验 就虎过来 完了 人家虎过去了 这旗子的张力完全不同 最后 那怎么办呢 他只有挖断 看到挖断 你如果看到这就不看了 那就算了 那这个味道差很多 希望我们广大的旗游以后 也建立这样的感觉 我走一朝旗 卖一个破绽 它可以断我 但是断完了怎么样 我们来看 他先冲住这个交换 对 伸一手 挖断了 哎呦 但是下一朝这个街 简直是太难受 实验这个我觉得实在是 他们有些媒体说 袁胜珍下 这个第二盘旗的 它的水平没有发挥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同意 是这样 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太舒服了吧 对 但是你下得好 这是你下得好 从这儿给它撅出来 给我们广大的旗游介绍 就是说这种旗行 确实是太难受 效率非常低 而且眼味也没有 对 很好 我们接着看 长 下边一招棋 石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第一 袁胜珍下这个跳 他花了多长时间 你有印象没有 他大概花了 至少有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那么除了这招 你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就是帮他推荐一下 其实现在来讲 黑棋已经是非常难下 他有先把三个吃了的选择 但是这个被我贴回来 贴回来之后 马上要了这个跳 他脚上还没有完全活进 这个能不能挖很强 如果他是先卖一下 能不能挖这一类的 对 他实际上是摆了一个这个 他也真摆了这个 对 副盘的时候 这个我如果贴这个的话 他顶这个 然后再打 这好像应该先打 先打后顶 然后再吃 这个他就可以挖 可以挖 这个很重要 你走这儿他就可以挖了 因为你打吃 再一蒸 这个蒸不到 这个不需要交换 是这样 那么白棋就不贴了 白棋就是 第一个我会直接反击 你会直接反击 因为他这个没有 这个地方欠着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棋 对 就是你变我也变 因变而变 他是这样 挺有意思的 好的 我们接着看 这个地方实际上不行 那么黑棋 原本圣针做了长考 他最后还是决定挑 我们接着往下看 冲 再冲 这个他当然 他冲的时候 他也还有这种选择 这个应该是比实战的结果要好 要好一点 冲了再退 实战的话 他这个是等于是 这两个步交换 把这个拉回来 拉回来防了 但是苦肉计 虽然苦肉计 然后我把这个子吃掉 形状 它也不是太好 对 实战 但是都比实战好 很快 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吹枯拉朽的白棋的推进 就像机器化部队 一马平传的推进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冲 就是我在拉 就价值不大 接着也先爽 对 这一段太爽了 要吃 对 我们现在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要摆得快一点 对 然后白棋拐 这个就别的就不说了 曹云泉在讲这个棋的时候 他摆出了这个 我也想过 也想过 但是因为现在是优势了 对 这个意思就是你一长 他咔嚓 在这来 他先扳一个 再断 但是现在我觉得 实战这个拐挺厚的 挺好 他就长 这样就跳 黑棋拐头 白棋拐 因为现在白棋这块棋 他活出来的生存价值是什么 把黑棋这块空给他打掉了 与此同时 这还出了头 还对黑棋有威胁 本来刚才黑棋全局的空 我们判断过就已经不行 下成这样之后 当然就更雪上加霜 就是这样 确实当时看到这 考虑到我们10月第一盘棋已经赢了 所以下到这的时候觉得世界冠军在招手了 我觉得在向你招手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世界冠军向你在招手了 大概就是这时候 就是这时候 对 好 我们接着看 他一斑 视线在斑 他现在下一刀不敢贴了 贴这就断了 所以不得已 你袁盛森在这又用了一个苦肉剂 靠 然后就冲 接 这个拐出来了 太爽 贴 对吧 这个长得很稳的 10月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下法 比方说这个车 接上 是不是搬这个都可以 搬这个 好像很多下法都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三个子可以丢 只要这三个子不丢 这个故事就很好 你搬他太虎 他活了 好像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就不推敲了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点紧 就看后边有精彩的 长 他再贴 再长 万般无赖 他只有吃 最后请教你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先打吃一个放下 将来他吃 你外边有的子 不是多一个叫吃吗 那么10月为什么不叫吃这一下 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 打掉确实是有利有弊 当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呢 就是我 他走的时候 我这两下就便宜了 但是如果说轮到我下 我接这个 那这不打呢 就是撞了一口气 撞了一口气 对 撞了一口气 对 这外面的有些战斗就会很有影响 那么 它是这个话题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 就是说职业高手 他会碰上某一种交换 我交换完了之后 又有好处又有坏处 对 那么最终让我决定 像你这个不交换 它是依据什么 会不会也是跟这个形势判断有关系 就是如果我形势有利 我就减少这些枝节的纠纷 对 跟这个有关系吗 围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计算力是基本 但是如果高手最重要的是判断 判断 这就是李昌浩 他为什么那么强 他的判断非常精准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兵 什么时候该拼搏 对 判断 这个很难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是会困扰每一个棋手 有一辈子的事情 判断的问题 他吃 拐 对 黑棋拐 这会儿 其实歌舞升平 平平常常走也赢了 就十月在这突然还发力了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个地方 我当时是想 他这两块都有毛病 都没有完全连上 我如果就是这么随便走一个 被他连上之后 他变厚了 然后我其实就有一点薄了 他这什么都是线手啊什么的 这个我就很薄了 所以说其厚薄是相对的 就是说别人薄的时候 你相对就会厚一些 对相对很好 就是十月九段 他现在给我们提到这个东西很好 刚才他一个说法很好 恰恰是我前一段刚刚想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引起啊 因为围棋你要考虑引起 所以你破坏对方和经营自己是两条路 但是殊途同归都可以 你刚才说到那个也是这样 是不是啊 提高自己的效率和降低对方的效率 一回事 还有这个地方厚薄的相对性也是这样 就是我只要厚了 对方就一定相对薄 那么对方要是厚了 我当然就相对薄 行我们看起这个地方 有一些体会有一些领悟 那么实际上白棋是不斑断 完全可以也不一定要跳 你拉这个也行 走这个大棋都可以 是吧 但是十月还是决定要以攻为首 这个呢是他的 是你的棋风 你还是喜欢战斗吧 相对说来 对 本局这种相对和平的格局 你不是很过瘾 会这样吗 对 算是有一点吧 感觉上 行我们看啊 冲 这还给人家生生的切断 他还把人家切断 黑棋当然下一招 直接没有棋只好 深冬即西 白棋股 黑棋断 是吧 然后下边一招棋 白棋腾出手来 我是看见你下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你赢了 我刚才只是觉得你好 就是当时我在实况当中看的时候 哎呀 我说这个是我老早就想下的 又时空又大 然后后包 后包又不一样 这一推我觉得是赢了 但是还是有这个真图 还是有些 我们有几分钟把这个棋再稍微摆一摆 它下一步是这个吧 对 对 我是点了一个 点一个 黑棋是 大小时 是 再长 再贴 黑棋再长 然后白棋退一个 它这个必须要长 黑棋压住 白棋 黑棋这是 它先走的是 先扳 扳 这地方黑棋想对白棋进行一些进攻 但是白棋两边都可棄可取 所以连扳是好手 如果你吃这个 它就靠下来 所以它就吃这个 结上 黑棋给爬 白棋扳 黑棋长 冲 现在白棋也有两条路 既可以长这个也可以吃这个 是吧 实际选择的最稳的 长 这有好些变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能讲得太多了 脚吃 接上 这一退让它非常难受 只有先卖 只有先卖这个 因为卖了这个棍子 它现在冲 它要长这个气 是吧 同时 袁上真正不得不靠一个漂亮的手筋 把白棋吃掉了 但是虽然吃掉了 里头还有好的味道 来会儿 好 我们看 白棋是扣吃这个 黑棋是靠 靠 靠这个 它好像是先靠的这个 靠这个 你冲 再靠 再靠 对对对 好 现在我们把最后这点摆给大家看看 太长 白棋吃 黑棋接 白棋冲 这个地方跟性命无关 跟双双的性命均没有关系 但是十一月由于刚才它在下边走了一个很大的棋 下成这样之后 你选择了这个跳 对 黑棋下边是 黑棋下边是冲的这个吧 先吃这个 来 去提掉 其实这个棋我们大家也都看过了 现在我们尽量把它最后的结果摆出来 提掉 要冲 往上 断 白棋跳 要去密 收这个棺子 再 115 ratchet 十月有那么单单准enge � lives 起去把这个接上去吧 对 然后接 去在这 没有 这个是后冲 对 先接的这个 对 先接的这个后冲 这样 就断了 对 白棋做活 这份白棋的时控 已经大幅内领先 黑棋再爬 白棋 提 对 对 黑棋只好挡 白棋这里挡 因为必须要把这盘棋给大家摆出来 但是 石悦 我这么说你看对不对 实际上从胜负这个角度来说 在这个之前的30招 胜负就已经确定了 对这一点不仅仅是你这样想 我估计袁胜珍也是这样想的 是吧 对 这棋胜负是定的 那么最终咱们下到这儿 他就投止认输了 最后一点时间 石悦你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这盘棋 开始的话 被他压过来 我有些苦闷 局面实战上不觉得 但是局面后来看还是有些苦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和这个两个地方 这边是方向型问题 对 这个地方他明显应该走了 然后介入这个后视来进行对我的进行攻击 他实战的结果等于是 这几个子的效率变得太低了 主要是方向问题 对 明显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个地方挂脚之后的手段 也走得形状没走好 很好 石悦我看是不是这样 就是咱们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 同时又升为了九段 有了这个第一次之后 对于接下来 继续在顶峰上和这些世界之民的棋手 跟他们增添下 信心如何 这个世界冠军提升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也很期待以后跟他们顶尖高手的 你也是顶尖高手之一 现在还算不上 对 那就继续努力 对 继续努力 很好 行 那么这盘棋的故事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 总的来说 是在这次LG杯世界棋王赛决赛当中 十月是非常漂亮的2比0 击败了袁三珍夺得了冠军 但是我们还更希望 我和广大的棋友 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 我们总是很贪心 我们的年轻职业棋手 他们表现已经很好了 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快马加鞭 好 今天这个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十月给大家讲这段棋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好 感谢王源老师和十月九段 给大家尽情的精彩讲解 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欢迎大家下一期节目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文凭论道 骑行天下 其乐无穷 观众朋友们再见 对 明镜可能会长了